有些人在一起唱歌 愛你永遠會變歌 你哪會這麼欲信歌 愛我生不得生我 但是今天要來的這一位呢 他在金曲獎上面 簡直換尾跟淋漓盡致 人生有多少愛情的故事 在他手上的幾筆一寫 每一條歌扣人心弦 而且幸好他有轉換跑道 一般在寫歌嘛 過變歌手 才有那麼多粉絲都對他在走 你知道嗎 這筆是創作天王 歡迎江志豐 江稱鼓勵 好帥哦 有些人在寫歌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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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永遠會不會變歌 愛我生不得生我 有些人在寫歌 愛你永遠會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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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生不得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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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寫歌 愛你永遠會不會變歌 愛你永遠會不會變歌 愛你永遠會變歌 叫我來嘴頭 會吧 哇 謝謝 謝謝 早安 早安 老師好 早安 有些朋友知道說 我剛才製作的唱片就是國際的嘛 就是曹西平 曹大哥的專輯 什麼名字 你製作的還是你自己的 他的專輯 最後一首叫做九月星空 九月的星空 期待你的溫柔 對 然後 唱完了之後就離開演藝圈了嘛 對 因為唱完之後 我才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製作 我就開始在幕後 削歌 然後包括去洗臉聽駐唱 因為駐唱到25歲的時候 唱片公司的老闆 有一天跟姊姊在那裡吃飯 這是你們小弟 那是演藝圈 沒有 是不是要來唱歌 那個飄撇 對啊 新產那叫好 那叫有人演 等一下 我會講不完 我還要時間 最後就是 因為老闆說 好像不理會唱 不然來出一個專輯看看 因為那人在餐廳 都是唱演藝圈 不然就歌曲歌 唱演藝圈 所以第一場唱不是唱演藝圈 歌曲 第一場是賣多少 聽說老闆有賺到錢 他給我彈 所以不要再幫他出 你唱一句聽聽國語歌曲 哪一首 哪一首 那時候出的是 愛你是我一聲唯一的錯